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次是在1999年 由于火山爆发形成了很多细小的火山石 从2001年起就有人尝试在这里滑雪 紧接着人们又在这里创造了自行车高山速降163公里时速的世界纪录 从2004年起人们开始尝试滑火山 独特的火山滑刹板有铁皮和木胶板制成 虽然火山只有500米高 但爬到顶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而且越高风越大 背着大滑板就好像自带一个船帆 登上山顶游客们大多会摆出各种造型小庆一下 然后换上类似美国监狱里的连体球服 排队等待接下来的速度与激情 出发的时候总是最滑稽最搞笑的时刻 只希望穿短裤下去的游客一路好运 因为接下来看着都疼啊 在坡度加大的后半段顺时速度可达70多公里 人仰马翻是常有的事儿 有人摔的难度系数很高 多数人摔的很一般 但不管怎样只要摔的时候是滚起来而不是戳进去 通常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其实最辛苦的是半山腰的摄影师 有时甚至会跟着游客一起跑 记录下最珍贵的瞬间 黑黑的火山游客划出一条条美丽的烟雾 甚至还有小朋友 在这里单板雪橇也是没问题的 几乎每一位划下来的游客都会秒边矿工 但这并不会影响心情 勇敢的女生还可以享受冰水降温 最后大家会为了挑战成功而庆祝狂欢 此时各种奇葩纷纷现身 既有出乎意料更有赏心悦目 回程的路上拿起啤酒一起颠簸并快乐着 这就是传说中的火山登基 你敢玩吗 来一次旅行找一点知识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